必得海月皮肤攻略 这个活动在3月22日上去了 持续到月底 也就是3月31号 整整11天的时间 鸟哥来教大家玩法 首先是四个讲词 分别是传说 史诗 俑哲 跟特价栏位 这个是必选的 传说栏位就选自己喜欢的 鸟哥基本上很多传说都有了 选个香香的吧 看你们个人意愿 喜欢哪个就选哪个 史诗栏位也要挑选一款 白蛇必须是首选 俑哲随便挑 特价栏位 皮肤 碎片 跟积分多宝都可以 重点来了 注意看这个任务 没有海月跟熟练度达到蓝色 这两个任务是固定的 只能领取一次 一共11个神鸟币 每日登陆游戏跟5v5对局 这四个任务是每天刷新的 全部打满的话 可以领到12个神鸟币 完成任务的方法 鸟哥之前教过了 使用美拉迪进行5v5人机对战 两三分钟速推 然后就是好友助力 分享口令三次 可以领取三个神鸟币 助力好友三次 也可以领取三个 想要这款皮肤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互帮互助 然后这个神鸟币的作用就是 让这四款道具 包括海月的新皮肤 进行随机降价 鸟哥脸比较黑 前三次都随机到积分多宝卷了 降到最低会有一个提示 之后再消耗神鸟币 就会从剩余的道具里进行降价 就比如鸟哥 消耗14发神鸟币 积分多宝卷跟白蛇皮肤 都降到最低 那么我再抽 只会从海月 香香跟赵云 三款皮肤进行降价 鸟哥帮你们算了一下 传说皮降到最低 需要8个神鸟币 史诗皮降到最低 需要4个神鸟币 勇者皮肤降到最低 需要4个神鸟币 特价道具降到最低 需要4个神鸟币 海月降到988点卷 大概需要17个神鸟币 脸特别黑的小伙伴 三天就能低价购买海月新皮肤了 鸟哥说的是 每天任务全部完成的情况下 脸白的小伙伴 只需要两天左右 然后小王还给了一个福利啊 就是五个栏位全部购买的情况下 还可以额外开启皮肤宝箱 穿着宝箱的概率是9.5% 史诗的概率是5% 好了 以上就是活动的全部内容 鸟哥先行告辞